王国皇后被侮辱,在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事情,在著名的靖康支持中,北宗王国皇后朱太后,在被金人俘虏之后,就经常被调戏侮辱,更是让其披着羊皮,不穿衣服的走在金国的大劫上。 最终,朱皇后因不堪受辱,选择了自以身亡。 历史上这种王国皇后受辱事件,实在是不胜美举,这也是古代女性的悲哀吧。 南唐的王国皇后小周后,受到侮辱的严重程度,按理说,一点也不比朱皇后轻。 小周后是南唐后主李玉的妻子,李玉本来是迎娶她的姐姐周俄皇为妻,只可惜红颜薄命,疾病无情地带走了年仅29岁政治风华的周俄皇。 李玉在周俄皇逝世后的第二年,迎娶了与姐姐极为相像,但却更加貌美的小周后。 李玉本就不是善于治国安眠的皇帝,他的才华全部体现在了师哥之上。 李玉在执政时期,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品师乐化,与小周后花钱月下之类的事情里面。 所以,南唐王国只是或早或晚的事情。 灭掉南唐的,就是宋太宗赵光义。 赵光义整个人,是人对他的父母评价多是不择手段,至大财书和无始下流。 他哥哥赵匡印之死,就有很多人猜测是他下的毒手,因为在赵匡印死前并未立下遗嘱,根据嫡资自继承制,应该由他的儿子当皇帝。 但是赵光义却对外宣称,自己奉哥哥,致命继承皇位,所以,很多人猜测,是赵光义暗中杀害了哥哥团夺了皇位。 这桩千古迷暗史称竹影俯升,南唐灭亡后,李玉和小周后都被押解到了,开封监禁了起来。 赵光义在初见小周后时,就被他的绝世容颜和绰约风姿深深的吸引,但是毕竟赵匡印才是老大,他不方便胡乱行事。 于是,在赵光义登基当上皇帝后,就经常命令寄予已久的小周后前来觐见,并假借皇后的命令,强留小周后在宫中。 将小周后留在宫中不为别的,只是单纯的私欲当头,每次都会强行将小周后侮辱一番。 受到精神和肉体双重刺激的小周后,每次回去都是疯疯癫癫的,然后,还会对李玉破口大骂,但是李玉也无可奈何,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 有一次,赵光义将小周后关在皇宫里整整十五天,每天都会缠着小周后,强行将其霸占。 最无耻的事就是,赵光义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强姓小周后,并且还找来了宫廷的画师,让他们将这一场景临摹下来。 后来这幅画还流传了下来,被提为西灵性小周后图,李玉被赵光义毒死之后,小周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,每天都是以泪洗面,十分害怕赵光义的无耻之举,最终因实在难以承受屈辱的压力,选择了自杀,随李玉一起奔赴皇权。 不过风水轮流转,北宋灭亡后,在靖康,知识中受难的北宋皇室成员中,几乎所有的年轻女性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,但是对于女性而言,这又是何等难以言语的屈辱和折磨。